娱乐这个圈子,不同起点的明星命运有可能大不相同,同一个起点的也可以命运大不相同,有人年少成名,有人大气晚成,有人红了一辈子,还有人只红一阵子,而人们对童心总是多了几分包容,许多容貌可人的童心年龄很小,但都展现出了各自的灵气与活力,因而受到许多人的关注。 此前,黄金岁月,剧中饰演Gino和叶嘉瑜女儿,莉莉的演员,初登场就备受瞩目,圆圆的大眼睛,朦朦的乃英语笑起来令人融化的可爱笑容,加上活泼自然又纯真的演技,迅速掳获观众的心,才一播出,就涌入许多网友留言询问小女孩到底是谁。 很多观众朋友猜测,莉莉是不是在真实生活中就是叶嘉瑜的亲生女儿,因与她和叶嘉瑜无关长得十分相似,就连叶嘉瑜本人也忍不住笑说,真的好多人这样说,甚至直言,真的比我的亲生女儿更像亲生女儿,两人常常很有默契一起大笑,但她也表示,莉莉真的不是自己的女儿,大赞剧组很会悬角。 原来,出演,黄金岁月,莉莉的张洛飞,是位广告小明星,曾参与许多大大小小的广告拍摄,像是知名快餐店,超商,大型家具店等等,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,爆红后,她妈妈透露,现在飞飞去便利商店就会有人认出来,还特别帮她开了社交账号,在里面可以看到剧组的每个艺人都有和她抱抱,十分惹人疼爱。 戏里,她饰演五岁的莉莉,戏外也真的是五岁,正在就独幼儿园大班,小小年纪的她,第一次尝试演八点档,但一举一动都相当自然,把天真无邪的模样,表现得淋漓尽致,而她也是直呼演戏好好玩,被问到长大后想做什么,鬼灵精怪的她,偷偷跑到工作人耳边,小声地说,长大想要当护士或是画家,模样相当认真可爱。 而她不羞怯又大方自然的演技,也引起许多网友关注,并留言表示,莉莉真的是超龄演出,以她的年龄,能有如此纯熟自然的演技,成为女主角是指日可待,莉莉好会演,超可爱的。 爸妈都说要因为这个小朋友重新回来看,黄金岁月,五岁小莉莉这样真的好可爱说话真的好萌,期待可以看到更多菲菲的演出。 苗珍,Gino在剧中都离婚恢复单身,看似无交集的两人竟擦出爱火,Gino戏里的女儿也对着苗珍叫妈妈,难道回家情侣,成真? 莉莉有新妈妈了。原来是在现场拍摄独家花絮中,Gino无奈对着镜头笑说,基本上这部戏,我走的就是天煞孤星,戏里感情波折孤单一人。 叶嘉瑜饰演的李采琳,为剧中串联最多人物的关键角色之一,但由于已经挨末,她必须出国治疗,临行前与家人道别,彼此落下不舍的眼泪,看得观众相当揪心,期许采琳可以成功抗癌,再回来和亲友团聚。 这段剧情播出后,叶嘉瑜在社交账号发文,分享自己诠采琳的心境,称得知爱莫的憾事后,曾一度放弃求生,在亲友的鼓励下,才愿意接受治疗,为了能延续生命,继续完成心愿努力做个孝顺的女儿,就要面临短暂的离别,感性文字引起同剧演员及网友热烈回应,祝福她能尽快再重回剧组。 而张洛飞在这场戏里,也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,与叶嘉瑜诀别后,她难过地放声大哭,让观众真相表示,这场戏真的心疼又感动,我真的哭惨,大小女神演技逼人落泪,泪流满面,满满感动与不舍,实在揪心。 叶嘉瑜和张洛飞的对手戏是《黄金岁月》的一大亮点,由于互动亲密自然,温馨可爱,曾让观众物以为两人在戏外也是母女,叶嘉瑜在受访时也表示,连我自己都有一点错乱,而且我们的性格非常合得来,其实戏外,他们的感情也相当好。 叶嘉瑜此前曾透露,自己叫飞飞画吉利补动画《龙猫》,隔天就收到飞飞亲手画的《龙猫》,让她相当惊喜,开心不已,直呼,女儿是贴心小棉袄。 张洛飞演起戏来自然纯真又生动,不只是剧组里的开心果,也深受观众网友的喜爱,戏里的彩琳妈妈,更是十分疼爱她,私下送了她许多漂亮的衣服,张妈妈还为此发文写道,记得那天嘉瑜妈妈凌晨收工, 一早又要上工,她还是牺牲睡眠,抽空整理要给飞飞的衣服,真的好感动。 叶嘉瑜也开心表示,女儿真是贴心小棉袄,每次莉莉和我见面都会给我惊喜,上次送飞飞一个小礼物,飞飞则和嘉瑜妈妈说好下次见面要给她一个惊喜,收到后会再跟大家分享,让网友也相当期待会是十么小礼物。 借着讨喜的模样与灵活的演技,张洛飞在戏里戏外都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,饰演其父张重辉的Gino也时常记录两人场外的互动,此前还录下张洛飞开金口唱童谣的影片,猛样再次征服粉丝的心。 拍戏的空档,张洛飞表示要演唱知名本土童谣,丢丢童,起初因为笑场,为求完美而要求Gino重新开头,第二次大方献唱,可爱的声音与绝佳的音准,以及一字部落唱完,让Gino敬畏天人,对他能把这么难的歌词记起来,觉得厉害。 影片上传后,短短时间就已有数千网友朝圣,大赞张洛飞,声音好好听哦,听完心都融化了啊,听他说台语好聊乐,也有粉丝敲碗,想让Gino和张洛飞来一段妇女合唱,至于何时可以实现,还要拭目以待了。 张洛飞虽然年纪小,演技却不输大人,此前一幕他与是衍生新科医师的廖以乔的互动戏,蒙娃乃因哭诉思念母亲的心情,让不少观众跟着泪崩,收视瞬间冲高到6.32,全剧平均收视5.52,近两百万人收看,其浑然天成的演技,也让廖以乔评夸,莉莉好可爱,又大赞其辈词功力一流,连自己说错台词也被纠正,还笑道,好想跟他交换脑袋。 才5岁的他,已经参与过很多大大小小的广告拍摄,经验充足,在剧组里能立刻分得出何时要上工,只要一听道道数,马上可以进入状态,廖以乔在和小朋友对手戏中,看到饰演爸爸的Geno也让莉莉清楚知道什么时候是演戏,什么时候是休息玩乐的时候,让他在一旁也学到如何和小孩互动。 剧中,莉莉小小年纪,魅力和智力就让人无法抵挡,造成伊勒谷,莉莉旋风,碰到她的大人们,都会被她的可爱和机灵给打败,每当看到莉莉和妈妈彩玲的互动,不管是相视甜蜜而笑,还是亲个小嘴嘴,撒个娇,自然又不生疏的模样,难怪让人误以为她们是真的母女。 重徽将莉莉带回家,向妈妈美娟和干爹达哥介绍时,莉莉看见美娟非常开心,又撒娇又嘴甜的直呼奶奶,但是一看到达哥,就被她那张严肃的容貌给吓到,怎样都不肯开口叫一声爷爷,看到达哥痴憋又心急的表情,和莉莉害怕缩在美娟怀里的模样,祖孙俩意外的可爱。 人小鬼大的莉莉为了快点看到亲生爸爸重徽,而独自找上门,没想到一看到少伟就开口叫爸,害得阿芳大吃醋,夫妻俩在一旁示范就仗差点失和,对比莉莉一头雾水,加上无辜的表情,让人看得不禁为少伟同情,也被莉莉的天真给蒙翻了。 一向自私自利的天宝,知道有莉莉这个外甥女的存在后,就迫不及待去见她一面,没想到看到莉莉的她,没有往常视力的嘴脸,反而变成了一个大孩子,和莉莉玩得很开心,以下模仿猪,以下又变成牛,还甘愿当马骑,享受舅舅和外甥女之间的天伦之乐。 莉莉以为自己要去看像乔虎一样可爱的老虎,没想到看到大花脸的红慧珍,天真的对着她说想要看母老虎,气急败坏的慧珍立刻像泼妇一样开口大骂,随后又被,想起舅妈,则被行为不礼貌,差点被打,难怪莉莉会害怕地说要把这两只母老虎抓起来,这幕莉莉下山打母老虎的画面,也是让人印象深刻。 不管怎么样,张洛飞饰演的莉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希望她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开心童真,以后的道路越来越顺利,无论是继续表演事业,还是另外开拓人生的新道路,都祝愿她的人生能散发出独特的光彩。